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由今集开始,我们会和大家分享粤剧行龄《林锦堂》的戏剧人生 《林锦堂》原名叫做《林李王》 另外也用过《林锦堂》这个名字 不过这个《堂》和现在的《堂》字不同 以前的《堂》字下面做过《木》字 现在的《堂》字下面做过《土》字 《林锦堂》是生于1948年5月16日 出于2013年9月16日 一般《林园》里大家都叫他做《堂哥》 他入行以来演出的剧目超过六百六十多套 著名的剧目包括《雷鸣金鼓箭家声》《诛便回朝》《无情宝剑有情天》 你可以发觉这些剧目其实都是林家声的剧目 因为林锦堂是拜过林家声做师傅的 另外一些任白的名剧《帝女花》《紫钗记》《卯丹亭经梦》 和《在世红梅记》 林锦堂也演出过的 林锦堂的爸爸妈妈都是商人做生意的 因为林锦堂喜欢撒枪弄棍 所以小时候当他六岁的时候 他的舅舅舅舅建议他到职造工会 跟随吴公俠学唱乐曲 在学艺的期间曾经有一些工会社团活动 林锦堂也有参加演出的 一直到八岁的时候 林锦堂就正式拜这个母生 静元亭的徒弟也是母生李宝伦门下 正正式式地学正统粤剧排场器 林锦堂早年在深水埗大 他就读的小学是崇珍小学 后来就在陪新英文书院那里读中学 他当时一边上学一边就学起 他当时也跟随北派的小老虎 就学习武打功夫 另一方面就跟随刘兆先生 就学习唱功 一路学到十岁至十二岁之间 就跟随小老虎 就去尖沙咀美丽华夜总会那里 就做表演武术 出来找食 十五岁那年就更加开始担当文武生演出粤剧 他就曾经在丽院剧场上亮相做过电影 当时参与演出不少粤剧 也都参与过一些电影 例如说蟹美人 龙王三公主 黄飞虎反五官 万里琵琶关外月 四郎探母 宝莲登和湘仙拜月亭等等 一直到1965年 林锦唐当年十七岁 就中学毕业了 中学毕业之后 正式投身粤剧界 对了 那行当就是做文武生 当时他就跟郑碧影拍档 合组了这个錦凤平剧团 这个錦凤平剧团 还有其他拍档 包括新海泉 一起在旺角东乐器院演出 一直到1973年 1973年林锦唐也开始加入电视的演出 初初就参与这个《离原岳虎》 《粤剧精华》和《蓝红时间》等等 这些节目 都是在《荔极电视》那里播出的 属于综合性的节目 《蓝红时间》 当然主持人就是蓝红了 时间到了1974年 就在《荔极电视》那里 就参演了一个剧集 就叫做《岸》 在里面 林锦唐就开始担任男主角了 此后他也主持了一些电视节目 也都参加了很多电视剧集的演出 1975年至1979年期间 林锦唐就去过《星马》地区登台演出粤剧 他也都曾经两度去过美国和加拿大 各个埠里面巡回演出粤剧 同时也都在1978年 担任过《香港工人粤剧团》的艺术顾问职务 到了1980年 林锦唐就和《荔极电视》约门 之后他就着手扮理移民美国的手作 同期间他就参演过一些无线电视的剧集 在1981年他就去广州表演的时候 就得到罗品超就收他为徒弟 1983年3月 林锦唐就加入了《丽群粤剧团》 而在这个之前他在1970年开始 也都经常参与《大龙凤》剧团 这个《大龙凤》就是麦炳荣和冯黄女的剧团 另外也都参加过《感天花》剧团 《新中华》剧团 《碧云天》剧团 《碧云天》剧团 和《八和》剧团等等这些剧团里面做过 其中他在1980年代 和余慧芬组成的《感天花》剧团 另外他也都在《众新星》剧团里面 就担任小生这个职务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 林锦唐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停一停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订阅 也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 阿N与阿Lang频道 拜拜,下条影片再见